哇 鸡龙山海艺术节活动中 首度安排500架无人机升空 排列出象征鸡龙的游轮和老鹰等图案 吸引上千名游客来到鸡龙观赏 开幕活动当天正好是国庆日 无人机也排列出双十国庆的图案 接着还有蛋糕 让现场观众看得好感动 一起来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鸡龙总拍起来 有拍起来了 拍起来了 拍起来了 你看 哇 很漂亮 来看老板 漂亮 漂亮 那院长在基隆这边看 这样湘海的无人机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跟一般烟火不一样 所以今天韩院长去看烟火 我来看无人机 其实都很棒 我在基隆头 我在台湾头 他在中南部 都在为中华民国庆贺生日快乐 我想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很兴奋 有爱成事 哇 好棒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科技很创新 而且另外一种的庆祝的方式 那这个也不会有什么烟啊 这些等等 感觉上也是蛮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尤其在海港 对海港 今天天气都不错 真的很棒 在海港 然后我们刚刚来觉得海风还蛮凉爽的 所以在这么秋高气爽的夜晚 在基隆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感觉有很多科技的创新 我们是十分钟十个不同的图案 所以我想给市民朋友 更多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新的体验 赞 赞 我看现场的很多的观众 对这个初次的无人机的基隆表演 非常的兴奋 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看到我们基隆市 更多的无人机的表演 这个精彩的时刻 让我们全民大家共享这个喜悦的气氛 2024基隆山海艺术节 以一起同乐会作为主题 安排许多亲子剧团和特技演出 精彩的内容 吸引热情的亲子朋友 挤满国门广场 那因为其实基本上 之前基隆很少有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都必须往外线市跑 那因为这几年吧 可能风气有带起来 包括有一些室内的一些 亲子活动的空间 因为基隆很常下雨嘛 然后又有这种的活动 就会让我们不会想说 跑要跑那么远 因为有带小孩子 你们大家都晓得 有时候可能 你要抓他吃奶的时间啦 睡觉的时间 那没有那些周四个劳顿之后 这些活动会觉得更好更方便 其实从去年呢 我们把曾经的一个艺术进去 这个整个活动 做一个整体的包装 找到一个属于基隆的新品牌之后 在今年我们就希望 创造给小朋友 就是从五岁一直到十八岁 小朋友不同的 年龄成的一个剧团跟文艺的一些活动 那除此之外 我们会有无人机的表演 也希望透过这个庆祝我们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的用心策划下 这场山海艺术节 结合丰富的艺文表演 和无人机创新科技 展现出基隆的特色 也陪伴民众 度过一个欢乐又温馨的国庆日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场山海艺术节目